1983年春天,保外就医的黄永胜病情急剧恶化,被转到了青岛市人民医院,黄永胜自知大县将至,他开始频繁地想起过去的岁月,有一次他在病床上突然大哭,说,天津战役死了好多人好多人,都是战士,一路的尸体都是尸体啊。 打了一辈子的仗,死人最多的一次,这一年的4月26日下午6点17分,开国上将黄永胜病逝,他也是四大金刚中第一位离世的将军,1955年,黄永胜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,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,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。 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,严重川将军之子严明,曾写过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,他评价黄永胜时也说,黄永胜这个人,方坚传他这不好,那不好,但他是很能打仗的,是个名副其实的战将。 再一个,他不拘一格,知人善用,爱用年轻有才的干部,治军很有一手,在广州军区是出了名的。 黄永胜能争善战,长期在林彪的麾下作战,在苏区和长征期间,他就屡历战功,在苏区时,他曾获得红军的最高荣誉,中华苏维埃红星勋章。 那是因为1933年,一位师长决定率部叛变投敌,黄永胜率领一个团追赶,将全师战士带回,长征中,无论四渡赤水,强渡乌江,逼桂阳,果金沙,战卢定,黄永胜都率部参加,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1936年,中央红军到达陕北,黄永胜升任师长,当时中央红军总共八千多人,黄永胜一人就统率一千人,而这一年,黄永胜才26岁, 平行关战役后,林彪离开了一百一十五师,黄永胜则和杨成武一起率领一百一十五师独立团挺进敌后,参与组建进察纪军区。 来到了聂荣贞的麾下,1940年,黄永胜升任进察纪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,1944年,他作为进察纪军区代表,参加了党的七大,抗日战争胜利后,黄永胜从延安被派往东北,在路过张家口的时候,黄永胜去看望聂荣贞, 聂帅希望黄永胜留在禁察纪,黄永胜却说,中央命令我去东北,在那里打仗更痛快。 黄永胜进入东北不久,林彪就被任命为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,黄永胜于是又回到了林彪的麾下,历任东野八纵司令员,四十五军军长。 十三军团副司令员,司令员,十五军团司令员等职,四十八年底,东野入关,黄永胜在率领巴纵过山海关时,内心意气风发,豪气万丈,他站在山海关上,挥边放下豪言,但是我们四也,就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。 殊死犯战术难戒。 三大战役干两场,飞渡天谦进汉高,月贵当年定国江,黄永胜对自己参加了辽沈战役,平津战役,渡江战役,扫兵梁广无疑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,他率领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,一路上可谓势如破竹,秋风扫落叶,这也是黄永胜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,进入广东后,黄永胜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,广州军区司令员, 在祖国的南疆镇守了近20年,直到1968年被调到中央,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,黄永胜固然能打仗,但是他自身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毛病。 比如个人生活作风方面,黄永胜就受到过很多人的诟病,抗战期间,他曾因为和一个地主的女儿暧昧不清,遭到过聂荣真的批评,所以,当他儿子问他,那聂帅是你的老领导,他喜欢你吗? 黄永胜回答,不算很喜欢,但我打仗打得好,他也高兴。 解放军进城后,罗戎桓元帅发过的最大的一次火,就是因为黄永胜的生活作风问题,说他这么大的年纪,这么高的职务,还不改,还要不要脸了。 但是,黄永胜很尊敬罗龙桓,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上级。 如果不算毛泽东,那就是罗帅了。 还有一个是陶柱。 晚年的黄永胜对林彪感情很复杂,认为他是元帅中最会打仗的人,但是国防部长跑了,他这个总参谋长怎么解释,他并不算好上级,黄永胜对毛主席是很尊敬的。 他晚年还依旧如此,我从丘州起义就跟着他,他只会打仗我服,他不指挥就是不行。 黄永胜早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井冈山上红旗飘》,连队生活回忆片段,里面记录了一件事,那是1928年的冬天。 红军在永心驻扎,当时黄永胜是班长,由于天气严寒,一个新兵就私自从老乡的家里拿了一些柴盒来烧,这在红军中显然是违反了纪律的。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第二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于是黄永胜气急之下就给了这个新兵一耳光,黄永胜显然也犯了纪律,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还说不许打人骂人,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。 罗戎环得知此事后,叫来黄永胜批评他,黄永胜,我问你一个问题,不知道你想过没有,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,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? 怎么,你没有想过吧? 好,我再问你,如果你是当兵的,犯了一点错误,班长把你打一顿,你的心里会好受吗? 说完之后,罗戎环也没有再说什么,扭头就走了,这件事给了黄永胜很大的教育。 从此他再也没有动手打过人,多年之后他依旧对此事记忆犹新,可见,罗戎环元帅的政治工作确实炉火纯青,罗戎环曾评价黄永胜,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,我们一起上的井冈山。 这个人有很多优点,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工作努力,不甘落后,作战勇敢,和群众关系密切。 当然,他也是有缺点的人,没有缺点不是更好吗? 黄永胜在广州期间曾干过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,那是1950年3月,黄永胜因为想去看看花花世界。 就带着吴复善和另外一个同志,拿了三千港币,未向组织请示,就擅自去了香港。 离开前,黄永胜对夫人向辉芳说,我军将解放香港,我奉命先去侦查地形,大约三天就回来了。 结果三天之后,黄永胜还没回来,向辉芳就找到了十三兵团政委赖传珠,问丈夫去香港三天了,怎么还没回来? 赖传珠听后大惊,问黄永胜怎么会去香港,向辉芳听后也大惊,不是组织派他去的吗? 当时黄永胜已经是中南军区的重要领导了,竟然带人善离职守。 且不说别的,他的个人安全都可能出问题,赖传珠连忙向中央汇报了此事,好在没过几天,黄永胜就带人回来了,批评自然是少不了的黄永胜的种种问题,毛主席也有所耳闻。 有一次,毛主席突然对林彪说,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,林彪立刻给黄永胜打圆场,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做法,我看是瞻财方搞的鬼。 毛主席说,未雨绸缪,有的人我们就发现晚了,不可救药了,干部要洁身自好。 从广州来到北京,进入中央领导层,是黄永胜人生的转折点,黄永胜被调到中央,背景是杨虞、傅、事件。 1968年3月22日,解放军带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撤职,第二天,毛主席就召集周总理、林彪、康生等人召开会议,讨论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,毛主席提名的将军有刘震、曹礼怀、杨德志、皮定军等。 其中主席最倾向的是皮定军,55年皮定军衔的时候,毛主席就批过皮友公、邵金忠。 因为这句话,资历不深但颇有战功的皮定军得以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开国中将。 皮定军后来还先后担任兰州军区和福建军区的司令员,可见毛主席对他的器重和栽培,林彪说,刘震和曹礼怀都是空军的人,另外也不全面。 康生则否定了杨德志,他说,华北进出叛徒,华北烂了,主席于是问皮定军行不行。 林彪没有回答,过了一会儿提出了黄永胜的名字,他不知道主席喜不喜欢黄永胜,于是说可以让他先代理一段时间,主席也没有反对,说你觉得行,就不用代理,直接干吧。 林彪他还说了一句,永胜,永胜,永远胜利。 在名将如云的年代,大家都很有才能,资历就成了一件不得不考虑的事,不然难以服众,工作也不好开展,黄永胜的资历比皮定军老很多。 从这方面说,他确实是合适的人选,黄永胜刚当上总长,叶群就告诉黄永胜,让你当总参谋长。 是101提议的,101早有内定,让我宣传你的历史和大姐好。 所谓的历史和大姐好,是林彪提出的一个说法,1966年8月10日,林彪在讲话中说,干部有几种,一种干部,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,拥护毛主席,突出政治,有革命干劲,但是小姐有毛病,有缺点。 一种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,不突出政治,没有革命干劲,但是小姐方面没有什么问题。 这两种人之中,应用那一种,要提拔第一种人,不用第二种人,当然,第一种人中间小姐方面有毛病的,也要批评,要他改变,批评他是为了用他,信任他。 有人认为,林彪的这番讲话,实际上就是,在为黄永胜辩护,来到北京后,黄永胜犯了很多令人感到遗憾的错误,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的晚节。 正如黄永胜所说,他是因秋而起,因秋而落,1971年的那个秋天,913事件轰动了国内外,也改变了黄永胜的命运。 这一年,黄永胜即将迎来自己61岁的生日,913的前一天,黄永胜上午,去理发师捡了个头,然后在大儿子的陪伴下,散了一个多小时的布,然后他就去看自己的四个月的小孙子去了。 再然后,他吃饭午睡,起床看文件,这天晚上23点,林彪一家从北戴河闯出,乘飞机强行起飞,913事件发生后,黄永胜知道自己完了,据秋会做紫秋路光回忆,913发生一个多星期后,他到黄永胜的办公室去看黄永胜,进门后,就看见黄永胜站在一副巨大的三北防御,泰式地图前一言不发,整个办公室一片死寂,突然,黄永胜使出浑身力气, 对地图怒吼,你跑什么跑?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跑?他这一跑,我们讲什么还有用吗?他把我们丢入了死局,我是怎么也不明白。 黄永胜多年之后还是不解,在1980年的两岸审理时,特别法庭基本稿清,没有证据表明黄无李秋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。 黄永胜出世后,他的子女并未受到牵连,依旧在部队中当兵,有的则下海经商。 83年黄永胜病逝前,曾留下遗嘱,希望落叶归根,葬在老家湖北闲宁,经组织批准。 他的骨灰安葬于当年他亲自选址修建的131工程院内,在特别法庭开庭审理两岸的时候,向辉方就向组织提出了申请,说他不是黄永胜的家属,并且再次提出和黄永胜离婚。 向辉方的这个决定,和黄永胜过去生活作风不好,有很大的关系,向辉方后来依旧在党内担任职务,历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。 军政大学办公室主任等职,2003年,向辉方病逝,享年85岁,他病逝后,组织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,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尽管他已经和黄永胜离婚,但他的子女依旧决定将他们夫妻二人合葬。 可见,两人尽管离婚多年,毕竟一起过了大半辈子,感情上还是剪不断的。